各位好 我是陈一家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2013年8月6日星期二来自于美国华中销易的最新资讯 三大股指头开盘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下滑 现在呢华服还在不断的加大 现在呢道指和纳指的跌幅都是0.7% 而标准不外500指数的跌幅是0.6% 那今天的走势较为体软的主要是呢 一方面是耐用品还有呢就是原材料 那在今天呢可以看到呢 会市呢美元进一步的出现走强 主要是今天啊有联储的官员呢 最新的讲话当中呢 暗示呢在9月份的时候 联储已经做好准备要收紧量化宽松规模了 造成了一方面就是呢股市的下滑 另外就是呢美元出现了上涨 另外就是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也是跟随呢出现了波动 黄金的价格呢在今天再一次的出现下落 现在是在每盎司1286美元 而原额的价格呢也是下滑到了105.34美元 在今天呢还是有一些好的经济数据呢 主要是来自于最新的进出口的贸易数据 由于进口出现了下滑 但是出口啊出现了增长 造成了进出口的逆差下滑到了342亿美元 那这个数据呢还是证明了 美国的经济是透露出了更多的一些动力 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公司方面的消息 在今天首先值得关注就是亚马逊的 它的创始人和首席质询官啊 是够以2.5亿美元的价格呢 收购了这个华盛顿邮报 那这个消息之后可以看到呢 华盛顿邮报的股价是出现上涨的 另外在今天可以看到呢 Time Warner以及呢CBS的股价都是出现下落的 他们两家公司还没有达成最新的 对于呢CBS内容方面的一个协议 而现在在8个区域啊 CBS的节目呢是依然是没有放映的 那这两个公司到底能不能达成协议还不知道 但是呢这个时代华纳最新给出的一个呢 这个提案呢已经刚刚被否决了 再关注下财报方面一系列的消息 American Eagle在最新公布的业绩呈现啊 他们不光呢销售不好对于预亲也不利 那因此呢股价受到惩罚跌幅呢是超过15% 相关的一些呢这个年轻人的时装销售公司 也在今天股价出现了下落 那另外呢同样是财报方面的信息 Morrison Pears呢这家公司是进行啤酒的生产商 所以这一股整个的业绩好呢出现了股价方面的一个攀升 最后再来关注就是索尼公司是拒绝来自于 Third Point对他们呢要分离娱乐部门的一个提案 目前的股价是出现了超过5%的下滑 最后关注一下就是IBM IBM对于一些员工啊要进行无薪休假 那以控制线的成本造成他们的股价呢 现在进一步的出现下滑 因为让市场并不看好他们未来的走势 以上就是来自于周二美国股市盘中交易的最新资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陈一佳 我们稍后再会